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说 As we bumped over the dusty track We swerved to avoid large borders 这个当我们呢 这个颠簸的驶过了这个尘土飞扬的小路的时候呢 我们拐来拐去来躲避那些巨大的大圆石头 这个bump 这是个模拟声音的字 表示蹦蹦蹦蹦 它本来是表示碰撞的意思 那么急悟和不急悟都可以 我们看些例子 就蹦蹦蹦撞到某个东西上 叫碰撞 看些例子 Be careful not to bump your head 小心点 别碰了头 蹦的一声撞了脑袋 这是急悟动词的用法 再看加不急悟的加借词的用法 In the dark I bumped into a chair 在黑暗之中 我碰到了一个椅子上 撞到椅子上了 加into 就软的嘛 撞进去了 再比如说 The car bumped against the curb 这个小汽车 怎么呢 蹦撞到了这个变道牙子上 这curb就变道边 curbstone变道牙子 这是本着蹦碰撞 蹦蹦蹦 它是模拟声音的bump 那么在本文中呢 是表示颠簸的前进 这是固定搭配 我们看到 后面经常可以加一些计词 叫bump over bump across bump along 或者bump down 沿着什么颠簸下来 颠簸前进 它是一个固定搭配 就蹦蹦蹦蹦 总在撞呗 一会起来 一会落下 总在碰撞的声音 先看本剧中 I should bump over the dusty track 当我们颠簸的行进 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的时候 颠簸的开过这个小路 再比如说 多看几个例子 a police car bumped down the track 一辆警车 一辆警车 沿着这条小路 颠簸的 驶的过来 可以这么说 往下走吗 颠簸的 驶的过来 登登登登 这路不平吗 这个车总跟道路碰撞 这个声音 The old bus bumped along the mountain road 这个老的公共汽车 旧的公共汽车 沿着这个山路 在颠簸前进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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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起来 一会落下 一会起来 这车轮子总跟道路碰撞 就bump 很形象 再比如说 The airplane bumped across a field before finally coming to a stop 这个飞机颠簸的 穿过了这么一块田地 直到最终呢 停下来了 就飞机在着陆的时候 那个轮子跟地 登登登登登 在碰撞 这bump 后面加一些借词 可以表示颠簸前进 本文中正是这个意思 它来自碰撞 这个bump 非常好理解 那么本文中说 当它这个 我们颠簸的 驶过了这条 dusty dust灰尘 dusty是尘土飞扬的 这个track呢 就是表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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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坦的小路 咱们看个英文解释吧 a narrow path or a road with a rough uneven surface especially one made by vehicles people or animals 就是很窄的一个道路 它是呢 有一个非常 这个不平坦的 这样一个表面 rough是表示这个 这个 非常这个 这个粗糙的 不平的 uneven本身也是不平嘛 even是平的 uneven是不平坦的 这个表面 尤其是指呢 是由汽车压出来的 或者人走出来的 或者动物走出来的 一个小路 尤其是山间的 什么田野间的小路 是由汽车开的多了 或人动物走的多了 形成这么一个路 这个叫track 当然track也是多一词 还可以表示 田径比赛里 那个跑道 也是track 或火车的那个轨道 也是track 这是多一词 但本文中是表示 直接乡间呢 是走出来的 压出来的小路 咱们看一些图片 来加强一些理解 你像 像这样一个 两边的草 中间的 因为车开的多了 人走的多 形成一条路 再比如说 一个树林子里面 这么一个土路 可能没有人扑过路 就是因为车走的多了 或人竟然走 踩出来的这么一条路 这个叫track 本文中可以想象 我们的汽车 就在类似于这样一个路况 颠簸的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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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在前进 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怎么样 we swerved void large boat swerved 次后中讲了 叫拐弯 我们拐来拐去 来躲避 那个boulder 大圆石头 次后中说了 然后 the wheel scooped up stones which hammered ominously anded the car 这些车轮子呢 卷起了那些 登登登 那些大石头 那么非常不吉利的 就敲击在车底下 就那个石头 从陆地蹦 蹦起来之后 敲到车底下 我们听到可能 车要坏了 很不吉利 有这样的声音 咱们先学习一下 本文中这个 非常优美的用词 叫scoop up 这个scoop 本来是表示什么 什么咬米的 这个咬子啊 成冰淇淋 这个勺啊 这个叫scoop 本来是个名词 咱们看什么叫scoop scoop是a tool with a deep bow shaped and which is used to dig out and move a soft or powdery substance 就这样一个工具 什么工具呢 有一个很深的 像碗一样形状的末端 就末端像碗一样 这么一个东西 它被用来呢 来挖出来 并且移动 这个柔软的 或者粉末状的东西 就是那种咬子 什么米啊 什么面粉啊 或冰淇淋啊 把它咬出来 这种咬子 叫scoop 咱们通过一些照片来看一看 比如说 a marine scoop 一个两米用的 这么一个咬子 类似于铲子的东西 我们通过图片 看得清楚吧 这把米或面 把它弄出来 可能大概是什么 这个 这个什么 一生啊 或者是什么 一个凉 这个凉米用的 这么一个咬子 再比如说 咬冰淇淋的 这么一个小勺 叫ice cream scoop 刚好呢 能做这个冰淇淋球嘛 咬出来 刚好这个球状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scoop 我们经常可以用它 当量词 就一勺冰淇淋 a scoop of ice cream 一个冰淇淋球 就这么一个形状 那么做动词 是搭配很简单 就是把它咬出来 或者抱起来 这个scoop up 或scoop out something 就是用勺子把它咬出来 或者用这个弯曲的 这个手指头 把它那么抱起来 那个 类似这么一个动作 在本文中 等于是卷起了地上的石头 因为石头蹦起来之后呢 终结有个半圆形的凹陷 所以非常像冰淇淋 摇起来一样 这个用的很形象 好 下面咱们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he scooped water from the stream and splashed it on his face 这个人在小溪边 在洗脸呢 你看他从这个溪路里 捧出水来 这个用手拌圆形的嘛 把它水抱出来 就像用铲子来铲这个米 挖冰淇淋 动作类似 它从这个溪流中 捧出水来 然后把它泼到脸上来洗 splash 就是水花泼溅的意思 这是当其无动词 没有加后面的副词 是可以的 加副词也行 比如说 she bent down and scooped up the little dog 它呢 弯下腰来 这个bent 就是bent 一般过去的是bend 一般过去的是bent 弯腰 弯下腰来 然后抱起来 这是小狗 你看两个手 这么一个动作 把这狗给抱起来了 也是类似勺的 这么一个动作 他用它 再看一个例子 carefully scooped out the pulp with a small spoon spoon是勺嘛 小心的用个小勺 把这个果肉给它咬出来 就是可能是一个迷口头 把果肉把它从中间咬出来 这个动作就scoop out 百分钟也是嘛 因为那个大石头 从路底下 把它弹起来了 因为车轮行驶得很快速 那个石头弹起来之后呢 路上会留下一个半圆形的凹陷 就好像把东西咬出来一样 咱们可以翻这卷起的石头 而这石头怎么样呢 咚咚咚咚就重砸在我们的车底下 它弹起来了吗 这个hammer用得非常贴切 因为hammer本来是一个名词 叫狼头或锤子 所以动词呢就重击 就重重的像狼头一样在敲击 非常形象 那么这种名词动用特别形象 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个thender 这个thender本来叫打雷的意思 动词也是重击 像勒门嘛 锤门嘛 都可以用它 这类似 我们就可以说 he hammered at a door 或he fendered at a door 跟中文类似 中文中也说 它用力在锤门 才用力用手在勒门 提手旁 一个打雷的雷 总之重击都可以用它 本文中像狼头要动动动 敲在车底下 是这么一个用法 这个连用了两个来自名词的动词 第一个叫scoop 卷起来 在地下留下半圆形的坑 第二个叫hammer 就是重击 像狼头叫敲击 使用来自名词的动词 是当代英语的趋势 因为这样可以生动 形象 让它立刻看到这个情景一样 咱们看几个例子 再比如说 在第一课说中 咱们十四页的第八行 到底九行 十四页的第八 到底九行 It immediately won't run away when she saw it An expert confirmed that a puma will not attack human being unless it is cornered 这个corner 本来是做名词叫角落 做动词叫把某人逼入绝境 除非他被逼到绝境 否则的话 他不会进攻人 好像想象到 这个美洲师 被逼到这个角落里边 没有地方跑了 这corner是名词动用 特别形象 再比如说 He elbowed his way through the crowd Elbow one's way 叫从人群中挤过去 这个elbow本来就胳膊肘的意思 好像看到 用力把别人顶开 而挤过去 特别形象 好像亲眼看到一样 再比如说 I am fogged by the issue 我被这个问题搞迷惑了 这个fog当动词兰的屎迷惑 做名词的 把它就物的意思 如入无理物理 不是迷惑了吗 特别形象 再比如说 The lady housed the homeless 这个女士收容了那些 无家可归的人 这个house本来做名词是房子 做派生意 让她住在房子里面 叫收容 你看用house这个词 比一般的 这个动词就更形象一些 本文中确实有 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omously 在词中讲 就不吉利的 很不吉利的 咚咚咚咚 砸在车底下 我们一直担心 车恐怕会坏掉 下句话就说了 We found sure that sooner or later a stone would rip a hole in your petrol tank or damaged engine 这个我们先看看 这句话的语法成本的分析 We felt sure that 后面那个 that引导的 黄烟寺的从句 明显又是我们多次说过的 做形容词 补足语的从句 跟形容词 是不是一块 构成一个大的形容词端语 我们觉得很肯定 对什么肯定呢 就是迟早啊 这个在从句中 sooner or later 是个时间状 也叫迟早 早晚有一天 这个石头将在我们的 这个油箱上呢 扯出一个大窟窿来 Rip a hole 就撕扯出一个洞 就凿出一个洞来 or damaged engine or 是并列了 说明这个damage 跟rip a hole是并列的 或者毁掉我们的 这个发动机 损坏马达 这是这么一个 语法成本分析 那么 sooner or later 叫迟早 或者早晚有一天 这个事一定会发生 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这个我们看一个例子 You should tell her because she'll find out sooner or later 我说你应该把这事 告诉她 因为她迟早会发现 会知道的 sooner or later 百分钟也是 迟早呢 这个会把油箱 砸一个呼噜 这个rip a hole 在词语中讲了 就撕一个口子 砸出一个洞 百分钟也可以换成 tear a hole 词语中说过 不说过了 这个petal tank 词语中也讲过 就油箱 在美国呢 叫gas tank 把那个petal 换成gas gas 就好了 看一下一句话 Because of this we kept looking back wondering if we were leaving a trail of oil and petrol behind us 因为这个事呢 我们就一直 不停地往后看 想知道 是不是我们在 这个车后面 留下了一长串的 什么油记呀 或者汽油的痕迹 看看是不是车 真的被撞坏了 我们还是先看看语法 程度的分析 Because of this 是借此短义 当原因状语 因为这个事 然后呢 白音色的还是 具的主句 就是我们 we kept looking back 我们一直呢 不停地回头看 keep doing something 叫一直在做模式 然后呢 wondering 在这一直到巨默 明显是非未动词 可以看伴随状语了 回头看的同时 想知道 这个if重击到巨默 划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做wonder的 编语重击 乃是非未动词 内部牵套的 一个必须统计 因为wonder是 其无动词 知道什么 是否我们在后面 留下了一串 这个油剂 或者汽油痕迹 这个OU 在这可以表示 什么那机油啊 什么润滑油啊 这个Petro就是汽油了 看是不是真的 机器被创坏了 因为大树的 咚咚咚 声音特别大 我们怕 把这个车给砸坏 这里边我们复习一下 这个trail a trilob可表示 一长串的 尤其身后 留下一连串的 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结构 我们在第一节课就见过 就leave a trilob behind什么什么的 在某人或某个车后 我们留下了 一长串的什么东西 这个结构是个固定用法 咱们可以顺便记住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The hurricane left a trilob destruction behind it Hurricane就大规模的 这个暴风 这个飓风 这个暴风在身后 留下了一长串的废墟 这个destruction 就被毁的东西 可以当抽象词 留下一串的废墟 这个飓风过后的地方 都是一片废墟了 再比如说 The bus left a trilob black smoke behind it 这辆公共汽车 在后面留下一串的黑烟 可能烧柴油的 这个油品不好 再比如说 He left a trilob muddy footprints behind him 不一定指这个交通工具 指人也行 你看这个人 在身后留下一连串的 这个泥糊糊的脚印 可能鞋子上都是泥 留下一连串 充满泥巴的脚印 我们在复习 在第一课书中见过的 就是我们在十四页的 第十一行 十四页的第十一行 Wherever it went it left behind it a trilob that deer and small animals like rabbits 这个地方用的 也是这个结构 left 本来正确的语区 应该是left a trilob that deer and small animals like rabbits behind it 但是这个里面 behind it太短了 而a trilob实在是太长了 一两岁的死路 还有像兔子这样的 小动物太长了 所以第一课书 是为了巨石平衡 而改变这个语区 大家看到了吧 在这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都是在后面 留下一长串的什么东西 本文中也是我们看 有没有在身后留下一连串的油啊 这个欧油可以被润滑油了 这个后面拍手就汽油了 看是不是车子真的坏掉了 好 这个第二段 我们跟老师就要看到这儿 好 下面咱们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说 what a relief it was when the boulder suddenly disappeared giving way to a stretch of plain where the only obstacles were clumps of bushes 这个句子还是先分析下语法成分 这个 what a relief it was 这个其实是句子的主句了 就是 哎呀这是多么长述了一口气呀 哎呀终于缓了一口气 什么时候呢 win开始一直到句末明显 是一个时间状一重句 就是当啊这些大原始的突然间都消失了 然后giving way to到句末 明显是一个非位动词 当结果状一重句 被什么所取代呢 give way to是被什么所代替 被一片平原所取代 这平原怎么样 我们画横线的部分又是 牵套在这个 非位动词内部的一个定义重句 修饰这个平原 这片平原里边唯一的障碍物呢 是一重一重的灌木 这个时候车窗呢 最多刮一下 但出不了人命了 这个时候我们长述了一口气 what a relief it was 这个先看一看这个relief 这个relief这是怎么翻译呢 一般可以翻译宽慰 或者痛苦的缓解 或者是解脱 就是原来一开始揪着心 哎呀又死了 又出车祸了 哎呀终于放心了 这种感觉就relief 宽慰 痛苦的缓解 或者解脱 咱们看下例子 find a temporary relief 找到了暂时的解脱 至少这会儿不那么揪心了 至少这会儿呢 没那么痛苦了 找到了临时的一个解脱 再比如说 permanent relief 永久的解脱 再也不痛苦了 彻底解脱了 再比如说 to my great relief 这个翻译成 使我大为宽心的事 孩子们平安回来了 to my great relief 使我非常宽心的事 就不再揪心了 对吧 再比如说这个大肥 give immediate relief from pain 怎么翻译呢 就立刻缓解了疼痛 总之痛苦的缓解或解脱 或者是心情上的 这个轻松宽慰 都可以用它 百分钟真是 哎呀真是长舒了一口气呀 什么时候呢 看这个时间状态重剧 这个大原石头 突然间都消失了 那么被一片平原所代替 这个give way to 是个固定的一个搭配 它有两个意思 b意思可以翻译成 被什么什么所代替 而且后面这个宾语 一般是更新或更好的事物 本分钟就是嘛 大原石头要要命的 平原的死不了了 被它所代替 那我们再看一些 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steam trains gateway to electric trains 蒸汽火车 被电力火车所代替了 被更好的代替了呗 就是我们说把道路给它了 就像沉舟侧畔千帆过 并树前头万木春 有这个感觉 对吧 再比如说 winter gateway to spring 冬去春来 春天对人类来说 我们更喜欢吗 春天嘛 这样万物复苏的季节 冬天被春天所取代了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storm gateway to bright sunshine 暴风雨被明媚的阳光所代替 天放晴了 蓝天白雨阳光我们更喜欢 随备更新更好的事物代替 用give way to 本分钟用的恰如气氛 只不过本分钟 give way to 是结果壮语了 大原始的消失之后 结果呢 是一片平原所代替 但give way to 也可以表示 向某人让路 给某人让步 或向他屈服 有这个意思 give way to 我们可以加人或事物 向某人让路 或向他屈服了 我让路到路让你走了 向你屈服 也可以 我们看一些例子 drivers must give way to cyclists 就是这些司机开车的 必须向骑自行车的人让路 cycle 咱们见过的骑车的人 必须向他们让路 再比如说 give way to traffic coming from the right 要向从右边 驶过来的车辆 给他们来让路 右边要先行 右边驶过的车 必须给他们来让路 那么只屈服也行 we must not give way to their demands 我们绝不应该 向他们的要求屈服 绝不应该 向他们的要求去让步 这个时候也用give way to 我们家人家事物都可以 那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 就是被什么所代替 这个stretch plane 这个stretch表示一片 尤其长条的这么一片 这个什么一顿地段呢 一个水域 一遍道路啊 可以用它 咱们看看英文解释吧 我们知道这个stretch 本来做动词叫撑拉拽的意思 有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看它的 做名词的英文解释 就是an area of land or water 一片陆地或一片水 especially one that is long and narrow 尤其是狭长的 这么一片或者一段地 或者是水域 就跟撑拉开 就跟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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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撑面一样 撑开的这么一段 所以一段或者一片 土土地或水域都行 我们看一些例子 尤其在后面加 接受of stretch up表示一片什么什么 我们看一些简单的意思 a stretch of plain 本文中是表示一串 一片平原 尤其狭长的这么一片 一片平原 还有a narrow stretch of water 一片狭长的水域 一小长串 这个水域可以用它 还有a beautiful stretch of countryside 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 就是一片美丽的这个 这个农村 这个景色 尤其狭长的这么一块 a particularly dangerous stretch of road 一段特别特别危险的道路 也是长条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么一段道路也供它 总之水或者是一片土地 狭长的这么一段 好像撑拉开一样 叫stretch 而且后面一般跟off搭配 本文中是一片平原 我们再来定义丛句 平原上唯一的障碍物是什么呢 是一丛一丛的灌木 这个clumps a bush can clump 看一下英文解释 这个clump表示什么呢 表示虫 什么意思呢 就a group of trees 就一群的树啊 或者灌木虫啊 或者其他的植物 生长得非常密密密的长在一块 不能紧密的长在一块 就一虫 树虫 花虫 灌木虫 可以用它 而且搭配一般都是用 a clumps of a clump of 比如说a clump of trees 树虫 a clump of bushes 灌木虫 a clump of flowers 花虫 a clump of grass 草丛 就是密密麻麻长在一块的 这么一丛植物 或者是树 都可以 本文中的是一丛一丛的灌木 这时候呢 车窗到上面 就出不了大的车祸了 这个时候长熟了一口气 but there was words to come 但是糟糕的还在后面呢 这个句子非常漂亮 而且它的注意里面有个词就worth 这个worth大家可能一般知道 可以当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急 但它本文中是名词 所以名词叫something worse 叫更糟的东西 而且注意一定是不可说的 咱们大写字母you 表示incountable 不可说名词 表示更糟的事情 它尤其用在一些固定搭配里面 咱们看 把这几个搭配的基础就好了 I'm afraid there is words to come 第一个就是本文中固定搭配 糟糕的 更糟的还在后面呢 我担心更糟的可能在后面 对吧 there is words to come 这搭配把它背下来 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表达 we thought this situation was bad but worse was to follow 但是更糟的还在后面 这个当作一个完整的句子 跟第一个类似 我们原意以为呢 这情况已经够糟了 但是更糟的还在后面 worse was to follow 一般现代识呢 就worse is to follow 这个已经 there is words to come 这些固定搭配 把它背下来就好了 还有一个搭配 在听力考试中出现过 what about the bride's dress wasn't it appalling i don't know i've seen words i've seen words 固定的口语 我见过更糟的 就说明它还不算特别糟 那个你看看这个新娘子 那个裙子啊 是不是太糟糕了呢 appalling本来就可怕的 派生就糟糕透顶的 就跟terrible类似 本来就可怕的 派生就糟糕的 我不知道 我见过更差劲的 就是还凑合 还凑合 有比它更差劲的 I've seen words 这个words也是不可数名词 咱们记住三个搭配 同两个类似 there is words to come words is to follow 还有固定搭配 I've seen words 就还凑合 我见过更糟的 本文中用的是第一个搭配 更糟的还在后面 本来因为没事的 但是你看 just ahead of us there was a huge fisher 就在我们面前 有个巨大的大的裂缝 这个fisher是个生词 咱们看是什么意思 fisher means long deep crack in rock or in the earth 就在岩石中 或土地中的 深长的一个裂缝 在地上 或者岩石上 又深又长的裂缝 叫做 我们读一下 fisher fisher 他说就在我们面前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裂缝 然后 in response to renewed pleadings brew stopped 这个作为对我们 更强烈的 这个恳求的一个反应 布鲁斯终于停车了 我们都不行了 都哭了 布鲁斯啊 我们有骑人老小啊 求你停车吧 布鲁斯终于停车了 这个in response to 作为什么什么的反应 这老知识呢 我们在18课就见过 in response to 作为对什么什么的反应 这个to是借此 我们看看 18课讲过的例句 the president stepped down in response to public pressure 作为对公众压力的反应 这个总统下台了 step down 叫重大人物 从位置上下来了 下台了 那么还有18课的课文 在第82页的第10行 最后到第11行 82页第10行 最后到第11行 Are the shape forms that are suspended from the ceiling and move in response to a gust wind are quite familiar to everybody 那些奇形怪状的雕塑品 挂在天花板上 并且风一吹呢 来回乱动的东西 对每个人来说都很熟悉了 对一阵分的反应 是什么呢 来回移动 作为对什么的反应 re response to renewed pleadings 咱们还记得pleading 是非常恳切的 恳求 请求 这个renewed 刚才说了 是更强烈的 就happening again with increased interest or strength 一般脂肪的名词前面 就更强烈的renewed 本来说更强烈的恳求 哎呀求求你停车吧 他终于把车停下来了 我们说 no we all got out to examine the fish he remained in the car 请我们大家都能车里出来 来仔细检查一些大裂缝 但布鲁斯呢 留在车里面 不遗所动 他根本连出都不出来 这get out 是固定搭配 从车里出来了 为什么get out 不用get off呢 因为这个小汽车 是站不起来的 我们再复习 如果从一个站不起来的 交通工具出来 用get out 可以 如果从什么车出来 还得加get off get out of the car get out of a taxi 从车里出来 如果 这个进去这个车呢 可以用get in 这就不用加比语了 因为in可以当负词来用 如果进到里面去 再加into 但into必须是借词 get into the car get into the taxi 如果进去 就get in 就好了 因为不能用into into一定是借词 in可以当负词来用 就进到车里面 如果不说什么车 就用in就好了 还有呢 如果是一个能够站得起来的 一个公共汽车 或者轮船 或者是什么飞机 那么用上车 get out on可以当负词或借词 或非要加比语的话 get out of the bus a train a ship a plane 大家发现都站得起来的 公共汽车 火车 轮船 飞机 如果下车呢 get off off一样 可以做负词 也可以做借词 没有比语的话 那就负词了 如果有比语的话 就是借词了 get out of the bus a train a ship a plane 等等都可以 他本文中用get out是对的 因为本文中是小汽车 是站不起来的 用get out 而不能get off get out 用的是对的 那么remain是留在了 他留在车里面不动 然后我们看了一会儿 跟他说了 we informed him that the fisher extended for 50 years and was 2 feet wide and 4 feet deep 我们告诉他说 we informed him that 我们通知他说 这个inform somebody 那个of something 或about somebody 借词被去掉了 我们说了 大家从前面不能借词 通知他说什么呢 必须从前说 这个大裂缝呢 大概有那么 呃 这个这个 50码这么长 延伸了有50码这么长 并且又大概有两英尺宽 有四英尺这么深 非常大的一个大的裂缝 这个extend在这 是空间或时间的一个延伸 就延伸了这么长 空间或时间都可以 而且确实后面跟for搭配 是特别常用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The Sahara Desert extends 4 miles 这个Sahara大沙漠 延伸了绵延数英里之长 这个后面叫for for miles 数英里之长 指时间也行 后面确实也加for常见 The show has been extended for another six weeks 这部演出呢 被延长了大概 另外有六个星期 就又延续了六个星期 在这当急无动次用被动了 急无动次也行 但后面还是跟for比较常见 延伸了有多长 就又继续延出了六个星期 就被延伸了六个星期 在这是急无动次用被动了 那不急无呢 延续了多少 延展了多少 都可以 好 这个extend呢 表示时间或空间的延伸 除了像本文中 后面加借词for 延伸了多长时间 或多长距离之外 也能跟其他的一些 状语来搭配 都是表示延伸的意思 我们看几个例子 My garden extends as far as the river 我的花园子 一直延展到了那个河的地 河的地方 就是从河到这边 我家之间都是我的花园子 再比如说 The driveway extends from the house to the highway 这个drive way 就是房子前那个车道 车开到车库里 这个车道 这个车库呢 从房子一直到公路那里去 就是直接从车库开出来 能上公路的 这么一个意思 from to 这个搭配也行 还有像跟along用的很多 比如说 The industrial zone extends along the river Indutral zone 就工业区或工业园区 沿着河一直延伸下去 这都是表示 这个时间或空间的延伸 本文中是表示 是这个大裂缝延伸了大概有五十码 这么长 这一码大概跟一米差不多 一码是零点九一四米 就差不多 有那么接近五十米了 并且大概两英尺那么宽 大概有四英尺那么深 咱们以前说过的food 就是英尺的意思 这个even this has no effect 甚至连这些东西呢 也完全没有效果 说了半天 这个布鲁斯不为所动 一点不害怕 我目前是照应第一段说的 这个没有危险的感觉 Bruce went into a low gear and drove at a terrifying speed keeping the front wheels astride the crack as he followed his zigzag course 这个句子稍微长一些 我们还是先看看这个语法程度的分析 这个逗号之前呢 是句子主观结构 都是布鲁斯所注意 两个并列句子 中间要and的连接 布鲁斯呢 把车挂成了低档 并且以令人非常恐惧的速度 开这个车 非常快速在前进 那后面还有个伴随壮鱼 让这个车的两个前轮子怎么样呢 就跨在了这个裂缝之上 这个crack 就是在前面说过的fisher 那个大裂缝 然后呢 as he followed his zigzag course 这是我们看到在 这个这个非微动词内部的 一个时间状语 时间状从去 当他沿着这个裂缝 这个万万去进 这个直字形的这个路线 在前进的时候呢 让这个前轮跨在这个裂缝的两边 这么开过去 这是大概的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里边我们有一些表达 咱们得看一看 首先这个gear 这个地方表示挡 车的快挡和慢挡 这个挡位 这个我们现在经常有 这个自动挡和手动挡 这个固定搭配 自动挡叫automatic gear 手动挡叫manual gear 这是自动挡和手动挡 甚至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变速箱 an automatic gearbox 一个自动的变速箱 同样的 a full speed manual gearbox 一个四速的手动的变速箱 这个gear 就是车换的那快慢挡的档位 是这么个意思 而且经常呢 可以跟切词印搭配 比如说就是以几档 以几档的速度 跟切词印搭配比较常见 我们看个例子 Andy drove cautiously along in third gear Andy这个人以第三档 非常小心的 在往前开着这个车 这个along在这当负词来用 是向前 不是沿着 有点沿着 得加笔语 是切词 这是负词向前 就以第三档位呢 小心的再往前开车 那么它的动词搭配 换档 我们经常可以用change这个字 你看 Helen change gear 或者change gears as you approach the intersection 这个海伦 当它接近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intersection路口吧 就两两个道路交界的地方 它换了档位 换档了 这个在英国呢 一般用change gear就好了 在美国可以用复述change gears 因为这个意思是档 可数不可数都对 在英国一般用不可数名词 change gear 在美国就change gears 都算对 动词原型当然是去掉字幕的就好了 就要换档 还有本文中这个 go into什么什么gear 也是换到了什么什么档 用它是固定搭配 不但可以用go 换成别的动词也行 叫go into什么gear 或move或shift into什么什么gear 就换到了什么什么档位 这个都行 我们看一些例子 I went or I moved 或者是I shifted into fourth gear when I got onto the highway 当我到了公路上之后呢 我换到了第四档 一个go into move into shift into都行 或者换档 还可以用这个答案也行 就put slam 或者sleep something into什么什么gear 这个也行 后面的something 一般是车子了 一般是车了 我们看例子 I put 或者I slam 就咣的一声 这slam不是巨大的碰撞的声音吗 slip不是滑进去了 顺进去滑进去了 I put the car 或slam the car 或slipped the car into fourth gear when I got onto the highway 当我到了公路之后呢 我把车滑到了 就是我换到了第四档 就好了 这个第一个 和第二个句子 类似 就是固定搭配 本文中也是 布鲁斯呢 换到了一个低档 他毕竟在这个地方怕创车嘛 并且以非常惊人的速度 Terrifying令人恐怖的速度 仅仅是低档 但在这个大裂缝上 开得这么快 还是让人害怕 是这个意思 Terrifying Speed 这个前面用的是借次at 这个简单嘛 这是我们在第六课和第九课 多次说过的 Speed 可数不可数 加的借次有区别 复习就好了 如果Speed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它跟add跟with搭配都行 add great speed with great speed 这个前面没有冠词 是不可数的 如果当可数名词来用 只能跟add搭配 add a speed of 60 mph 以每小时60英里的这个速度 本文中前面有一个 那只能用add 不能用with 用的是完全正确的 好 那么后面再看 这个伴随状语 它呢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开车 同时伴随动作是 keeping the front wheels 保持车的两个front wheels 就前轮了 怎么样呢 astride the crack 就是跨在这个裂缝之上 这个crack 就上文中那个feature 怎么说了 这个astride 这是个借词 表示跨在什么什么东西上面 注意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astride astride 它表示 with one leg on each side of something 每一条腿都在一边 所以是跨在什么动作 骑着马呀 骑进车呀 这个动作是跨在什么什么上面 一条腿在一边 另一条腿在另外一边 跨在什么东西 这个之上 这是个借词 我们看一些例子 a photograph of my mother sitting astride a horse 这是一幅照片 什么照片呢 是我妈妈 就是骑在一匹马背上的照片 astride a horse 骑在马背上 一边一条腿 来 跨在这个上面 还有呢 你看 she said probably astride her new motorbike 他非常自豪的 就是坐在 他这个新的摩托车上 astride表示 腿 在一边有一条腿 跨在摩托车上 很自豪 这是新车 astride表示 不是跨在什么什么上面 有时候也做派声音 像本文中的车轮子 一边一个轮子 就不是一条腿了 是派声音 你再看这个例子 the town lies astride a river 这个 这个城镇 位于河的两岸 好像一条腿在这边 一条腿在那边 跨过了这条河 就在城镇的河两岸 是这个小城镇 这个也是好像 跨在 骑在什么东西上面 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astride 不是骑跨 这个借词 然后呢 当他沿着这个 裂缝 这个 这个离出外进的 只字形的这个路线 在前进的时候 让前轮跨在这个裂缝上 as he followed his zigzag course 这个zigzag 表示只字形的 或者叫z字形的都行 zigzag是个形容词 叫a pattern that looks like a line of z's joined together 这是这么一个花纹 或者这么一个形状 看上去好像一连圈的z 连到一块 z字形的 就这样一个 只字形的 咱们中文证 英语证叫z字形的 连到一块的z 这个字母的复数 是加皮儿比较正式 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的复数 一般加皮儿 这个不是数格 是复数 那么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A zigzag path along the cliff 那么沿着这个悬崖峭壁的一个 枝字形的一条小路 就是里出外进的东拐西拐的 枝字形的 像很多字母 自己连到一块一样 那么zigzag course course就是方向 走向或者航线吗 我们刚才说 飞机或轮船改变航向 是不是就change course 这么用吧 好 咱往后看 before we had time to worry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we were back on the plane again 这个就是简单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分析就好了 before是时间状语从具 一直到六号之前 在我们还有那个 有时间担心 what might happen 咱what about being从具了 迁套在时间状语从具内部 在我们有时间担心 什么事情将会发生之前 我们就已经 最后又回到平原上了 就是还没来得及担心 什么事会发生 这车已经都开会平原上了 速度飞快 好 后面接着说 这个 Bruce consulted a map once more and told us that the village was now only 50 miles away 这句话也是简单 咱们看个语法成分分析 布鲁斯又查阅了一下地图 这个consult咱们多次说过 后面可以换成refer to也行 R-E-F-E-L refer 这些to 查阅的意思 once more 就one more time once again 再来一遍 又查了一个地图 and told us 第二个并列的运动词 这个to的toed跟前面consult 是并列的 别的告诉我们说 后面那个并与从具 大家听到并与从具 那么这个村子 现在离我们这儿 只有15英里了 我们看到这个only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相当于 咱们课文第五行中的 那个amere 是不是像amere 50 miles away 可以换成a mere这个搭配 这是个替换 好 那前面还又出现障碍物了 Our next obstacle was shallow pool of water about half a mile across 那么我们下面一个障碍物 是一坛呢 浅浅的一个小 这个 这样一个小池塘 然后大概呢 有半英里那么宽 这个shallow pool of water 就是一个很浅浅的 一池子水 这个shallow 是修饰量子pool 这是我们在15课讲过的 一个名词 前面如果量子的话 那么形容词修饰 这个带量子的名词 一般情况下 把形容词放在量子之前 所以我们说 a shallow pool of water 而不说 a pool of shallow water 这个位置要注意 咱们复习复习 a nice cup of tea 一杯好茶 但英语说一好杯茶 它修饰这个cup 这个量子 a beautiful stretch of field 一片美丽的原野 他说一美丽片原野 对吧 再比如说 a stagnant pool of water 一潭死水 他说一死潭水 stagnant就停止了 不流动 再比如说 我们看第15课中 七十页第六行 最后到第七行 七十页第六行 最后到第七行 for most of them fifty pence i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a nice big bar of chocolate 对他们多数人来说 五十便是呢 对于一大块 很好的巧克力来说呢 算不了什么 只是一个很小的价格 a nice big bar of chocolate 就是量子的bar 就是这么一个老知识 那么是一个浅浅的小池塘 这个大概有多宽 about half a mile across 大概有那么半英里这么宽 一英里大概是1.6公里多了 大概都八九百米宽了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池塘 这个across表示有多宽 它相当于 大家注意 第十六行末尾 那个two feet wide 有多宽 可以在这个尺寸 后面加across 也可以加wide 完全一样 这两个能替换 这本文中也是一个替换 然后布鲁斯呢 还是毫不畏惧 Bruce charged at it but in the middle of the car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布鲁斯朝这个小池塘 猛冲过去 但车开到一半 这个就支扭一声 停下来了 这个charge at it 这个charge在这儿 是猛冲的意思 而且它表示像什么猛冲 一般这词都叫at 这个charge的意思特别多 这是多一字 在这加at 一般是朝什么什么猛冲过来 咱们看一下例子 suddenly the bear charged at us 突然之间 这只熊向我们猛冲了过来 一开始还有一位小太太熊呢 一时还有这个很凶猛的一只熊 朝我们猛冲过来 人猛冲也行吗 he charged at me with his face flying 他挥握着拳头 向我猛冲过来 这后面跟了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with加逻辑主义拳头 后面加飞飞动是flying 就挥握着拳头 拳头满天飞 朝我猛冲过来 本文中是汽车 也行 猛冲 猛冲过来 向着这个小池塘猛冲过去 但这开在一半的路上 the car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这来自于车停了 车停了 在第六课咱们就讲过 就come to a stop come to a halt 或come to a standstill 叫停了 一般指汽车呀 什么什么马呀 等等等等 停下来不再前进了 就停了 我们复习一下第六课 三十四页第十号 三十四页第十号 it came to a stop outside Judas 这个汽车在珠宝殿外边停下来了 这个珠宝上 咱们用的是美式拼写 在书上用的音式 就两个l就好了 停在了珠宝殿的外边 那只不过本文中加了一个 grinding halt grinding就是摩擦的声音 放在一块就发现了急刹车就行了 就可以听到这个车轮这个路面 嘍一声 就摩擦的声音停了 来了个急刹车 这个 这是grind 是摩擦的声音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就支扭一声停下来了 就加上支扭一声就好了 这摩擦的声音就好了 好 那么come to a stop 表示停了 就是前进的东西停下来了 如果表示一个电影或会议结束了 也是用come to come to an end 或come to a close 表示结束了 那同样得出结论 come to a decision come to a conclusion 或come to agreement 表示这个做出决定 这个come to a conclusion 得出结论 或come to a agreement 双方达成一致 这个都可以 这come to 表示到达这个状态 走出决定 得出一个结论 或者是这个达成一致 或者签署了一个条约 这都有可能 好 那为什么车子停了呢 后面说 a yellow light on the dashboard flashed angrily and Bruce cheerfully announced that there was no OU in the engine 咱们还是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前面白颜色的还是并列两个句子 第一句话说 一个黄色的灯 在这个仪表盘上的黄色的灯 on the dashboard 这个斜地字是后置顶 借此段修正黄灯 仪表盘上的一个小黄灯 那么明亮的发出一闪一闪的光线 并且引出并列句 布鲁斯兴高采烈的宣布 宣布什么呢 后面加并于从去黄颜色的 说我们的马达里边 没有机油了 没有润滑油了 这车不能再前进了 这个首先这个dashboard 就是汽车上的仪表盘 这个当尝试把它记住就好了 并且这个flash就发出一道强光 这个angrily呢 并不是气愤的 而是发出刺眼的强光 这个它拟人的味道 就是愤怒的发光 就发出刺目的强光就好了 这个flashangrily是老知识的复习 咱们在第18课见过 咱们复习第八十二页第五十五行最后到第十六行 八十二页十五行最后到第十六行 Sparks were emitted from small black boxes and red lamps flashed on and off angrily 火星子从小黑盒子里迸射出来 并且那些小红色的灯 断断续续的发出刺目的强光 也是flashangrily固定搭配 本文中又再次使用了 这个一盏小黄灯 在仪表盘上的灯发出刺目的强光 并且布鲁斯 Cheerfully 兴高采了宣布 咱们的车里面 马达里面没有油了 注意这个OEU我们说了 这是润滑油或机油 而不是汽油 因为汽油应该说油箱里 没有汽油了 汽油是petrol 这个OEU是润滑油的意思 在前面这个 第一段中 咱们曾经见过这个词 好 三十九块也是一个有趣的文章 里面出现一些词汇 习语搭配和一些句型 希望大家姥姥记住 好 三十九块跟老师就学在这 谢谢同学们